朋友们大家好,我是Style,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前两天有一个卖家中间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Roch,我在谈一个业主 他决定要卖房子 那我帮他买家都找好了 300万 突然间临时又不卖了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那个业主说他300万 发现在市场根本找不到房子 第一是找不到房子 第二是找不到和他现在一样好的房子 而他去年是多少钱买的呢 是170万买的 所以我就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这市场长得好 和你究竟有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呢,有两种人 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一种呢,就是本来打算去年买房子 结果没有买,改成今年买了 那第二种呢 是本来打算今年卖房子 结果选择去年卖房子 当然呢,对于这两组人群来讲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也不可逆了 还有些人呢,可能你现在 一个房子已经住了很多年 本来觉得也就值个300万 突然间现在有人告诉你这房子值400万 值500万 你很开心 但这种开心就没有办法变现 这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个烦恼 那因为这个市场的大环境发生了呢 我就对我自己说 我说,看来人呢 不能手里只有一套自住房 这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一些投资房 那当然了,这个疫情有一天总会过去 那如果市场再发生和今天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的这样的房子把它变现 那我为什么要投资房产呢 不是因为这个房子想 而是因为我要让我的钱放到资产上 让它保值并且增值 那这还不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要通过房产投资 未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如果说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完全可以把我的一套投资房卖了 然后拿这个钱出去吃香的喝辣的 消费,大手花钱,出去旅游 但是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原因 导致你没有办法大手大小花钱 我去听说现在车行的车都开始涨价了 所以人的消费呢就受到了抑制 所以很多人呢 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不愿意卖房 也有可能 我记得那个冯小刚导演说我一句话 他说这个哎呀现在垃圾电影太多 就是因为垃圾观众太多 那你像现在经常提的这个饭圈 就流量明星 之所以这样的人太多 我觉得就是垃圾的粉丝太多 你像那个抖音啊 什么一天到晚登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去年就把它卸载 我觉得那个就是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一个知识 那么像现在的市场呢 之所以很多的成交价钱很离谱 我不能说它是垃圾买家吧 毕竟人家钱也是一点一点自己挣的 觉得叫不理智的买家 更恰如其分一些 因为很多这样不理智的买家的存在 导致着呢很多的房价 标的就很离谱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那么我记得去年呢 武汉疫情爆发之前 有一个故事特别的有意思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有一个小伙在封城之前 买了一张机票直接去西藏 那么当时西藏是零疫情嘛 那有了他这个阳性之后呢 全西藏最高规格的医疗队 来治他一个人 最后他病治好了之后回到武汉了 我觉得特别牛逼 为什么牛逼呢 就是他的这个印象思维 那其实换言到现在的房产市场 我觉得也是一样 因为大家现在市场都是在涨嘛 很多人在想 哎呀我这房子怎么买了之后 未来也跟着涨 那我个人觉得呢 市场不会一直涨 总会在某一个点变得缓慢 我们现在买房子 我也不可能说明年后年就把它卖掉 那多数人持有的还是中长线嘛 那么这中长线呢 可能就是五年到七年 那么这个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 今年我买个房子是为了增值 我不如说这套房子是为了抗跌 所以我觉得抗跌要比增值 在今天的市场下来的要更重要一些 所以你像每周看数据 我现在都不愿意看这个房子涨幅多少 因为所有的区 所有的房子涨幅基本上都挺好 你还要凭谁涨的好 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就比的就是什么呢 在过几年等到市场退潮的时候 看看谁跌的最惨 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意思 就像有些朋友说 你看2017年买的房子 是吧高点位 那今年评价出的有没有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吸取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决定今年入市 或者什么都没有问题 我说过 我说买房子 什么时候最好的timing 现在就是最好的timing 问题是你能不能把价钱控制好 你包括我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子我觉得值400万挺好 突然间有一个买家出来 说我出440 那我预算450 那你440我也能掏得起 问题是我觉得440太高了 我不要了 你喜欢那你拿走了 我就再接着找 那我不买 我也是一个决定 对吧 那么什么东西不都有个度吗 是吧 那么前言先说到这 我们先进入本期悉尼房式观察 那么上周的数字变化不是特别大 新周清卖率92% 新清卖率82% 上面5月341套 310套房子被人买走 9 Auction Sales 1559套 那么这周呢 我给大家找了三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位于新的上北区层IPS 这套房子占地1031坪 内部272坪 四方两位四车位 上周用时17天 以362万3000欧币的价钱 排场售出 为什么说这套房子呢 因为这套房子的隔壁 今年4月份也卖了 那隔壁这套房子呢 占地呢 小一点 948坪 小的不到100坪 Condition呢 差一点点 但当时的卖的价钱呢 是298万欧币 所以 今年有些房价吧 真的是非常离谱 包括卖家中介自己都吃不准 他拿拍场上试一试 很有可能就卖了一个很漂亮的价钱 那么第二套房子呢 来自于新的内需区Chiswick 这套房子呢 占地444坪 五房三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27天 以470万欧币的价钱收除 那我觉得这个案例是 非常非常荒唐和离谱的 因为这虽然是一个新房子 虽然带游泳池 带桑拿房 带健身房 但他毕竟是在Chiswick 而且没有景观 而且还是个duplex 上周在奎茂尔有一个地 比他小一点点的 freestanding house 也才卖了430万 我不知道这个买家是怎么想的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和理解的 那么最后一套房子 来自于新的夏日区 他们这套房子 占地接近700平 四方两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仅仅两天 以550万欧币的价钱 拍钱收出 而在2019年9月份 买入的价钱是 435万欧币 这个房子是 自从买之后 是没有做任何的翻新 那么这个价钱 同时也再次刷新了 他们的superb record 他们之前的superb record 是今年几个月前 同接535万 总结来讲 那么在市场 比较火热的时候 其实买房的人比较多 那么如果你选择 现在入市的话 你会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相对来讲 市场的好消息比较多 但是问题是 你买房子不是 不是今年买明年卖的 多数都是中上线持有 所以我觉得你要 多想一想 悉尼的房价 或者澳洲的房价 涨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波动性增长 涨的时候呢 它就会 接下来它会进入 一个调整期 然后再涨 再调整 所以问题是 有些区 有些房子 在调整期的时候 它会惨不忍睹的 所以你要在高点位 市场好的时候 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一点 要加进去 不要觉得 这房子买到了 就完事了 没有完事 这个战争才刚刚开始 好吗 那本期节目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支持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